而今年的选举有别以往 看不到选举旗帜满街差 而这样的干净选举获得了民众不少好评 因此有鉴于环保观念兴起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刘哲章 特别以骑自行车的方式扫街败票 在刘哲章的亲自带领之下 这一群穿着蓝色竞选背心的小哲车队 穿越在新店市区大街小巷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目光 GoGoGo穿着蓝色竞选背心 登记二号的新北市议员候选人刘哲章 带领着小哲车队 一大早精神异异地从竞选总部出发 有别于过去选举旗帜满街差 今年大家都很有默契地维持了街道整洁与干净 而刘哲章更特别以骑自行车扫街的方式 来推动环保理念 并且争取选民支持 号召很多的热血青年一起来加入 然后宣扬我们的理念来争取选民的支持 那每一次出去 这个回应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只要是有时间 我们就不定时的就会带领的小哲车队去扫街 骑着单车穿越在新店市区的大街小巷 经过了热闹的菜市场 留着张不忘挥手向民众问候 他表示四年来勤跑基层争取各项建设 相信选民有目共睹 期盼这次能够连任成功继续为大文山地区打平 我在这四年当中非常认真努力 除了轻跑基层之外 那也为地方争取了非常多的经费 超过其实几亿 我想这在所有议员里面 可以说是争取经费最多的 那我还要继续努力 因为我们觉得说地方要进步一定要建设 为了争取选民支持 刘志张与太太和竞选团队骑着单车扫街 亲切的微笑和招手 无形中似乎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而如此环保又健康的扫街方式 也让选举有了不一样的清新感觉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